香港两间电力公司分别响原蛋起加电费 引起极大争议 港灯宣布调整电费类进制计算方法 用电量低的用户加少一点电费 而中电值再重申 加价9.2%是有需要 负责监管两电的香港环境局再次质疑 两电尤其是中电的加幅 包括公司营运开支 燃料涨负结余 以及应不应该过早将未来的投资 放享明年的帐目 有藤华表示 电力公司应该负上企业社会责任 不应该去到尽 不过政府和两电在2008年签订的管制协议 到2018年底自戒门 现时当局有没有办法去降低加幅呢 现在所谈的问题不涉及一个仲裁的问题 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 用现在的机制直接向公司提出 也希望它作出一个正面的会议 我想我们会着手看一看 现在这个管制协议里面有什么空间 以及在视乎电力公司的反应 然后想一想在未来的规管 就是剩余的规管年度里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至于如何加强监管 有童话认为可以由准许利润和电费稳定基金等等考虑 又重新中电有能力作出调整 不过有立法会议员批评 现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两电加价 而连日来都有团体到中电总部门外抗议 我们下期待会议员批评 我们下期待会议员批评